两个事正好一天发生了 什么事 孟晚舟结束隔离 第一天上班 另外一件事是任正非老爷子过生日 壮日 赶巧相得益彰 孟晚舟受到了华为员工的热烈的欢迎 大家拍照 大家拥抱 大家欢呼 大家流眼泪 大家一定关心 孟晚舟现在重新上班了 上班上的是什么班 但是什么职务 告诉你 还是做他CFO 以前老爷子有讲过 孟晚舟现在经历考验 对他个人是有好处的 但是他没有技术背景 他永远不可能当华为的CEO 老爷子讲得特别明确 现在任正非的大女儿果然回来了 果然回来又上班了 那好 接着做他原来的工作 这件事也许说明一些问题 我发了一条很短的文章 我说由此证明了 美国对华为的打压过于失败 孟晚舟上班了 安全回国了 弹痕累累的华为 继续高高的飞行 绑架孟晚舟本来的目的 是要干嘛 是要迫使任正非屈服 是要让任正非心思乱掉 意志力丧失 使华为内部陷入混乱 要华为像有的企业那样 扑通跪到地上求饶 爸爸也摇了我呗 饶了你 跪的就跪了 历史都记下来了 华为没有屈服 所有的这些目的 后来在任正非那地方 在华为这地方都没有达到 而且从法律上来说 美国人拿到那个所谓的证据 它不能成为证据 或者说 至少不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据 不是一个有利的证据 而污点证人 汇丰银行 后来也改口了 后来这个华为 孟晚舟的团队不是一直拿到那个东西吗 那个东西 这对于加拿大方面来说 是非常之不利的 因为汇丰银行后来它提供了对美国方面 加拿大方面不利的证据 它虽然还污点证人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给美国设曼 拉了两个清单 叫美国人罩着去整改 美国人拿过来看看反面 看看正面 看来看去 从头看到尾 从底下看到上面 发现只有方孟晚舟这事儿容易做 那就做了 所以是美国旧坡下驴 所以是美国做出了重大的外交的让步 而我们做的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让步 孟晚舟就回来了 美国绑架孟晚舟 美国这种土匪行为多了 绑架的多了 法国盟友 阿尔斯通都绑架 那日本哪国都一样 美国绑架孟晚舟的土匪行为 就是一个好处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如果说美国人实现了什么目的的话 那就是他很好的扮演了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 教育方面的反面教育的作用 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 孟晚舟被囚禁之后 应该说 这丫头表现的是可圈可点的 他没有妥协 有一段时间不是传 美国国团安全部的官员找他谈吗 说只要你承认 你有罪 承认有罪 那就可以考虑放你回国 放你回家 孟晚舟一口就回家了 这不容易啊 这不容易啊 一千多天困在那 最后的所谓达成协议 华为做了个技术性让步 美国方面呢 是咬牙 咬牙这不容易啊 做了个重大让步 绑架人质从来就没有施过手的美国 连盟友都不放过 每一次都得逞 因为他凶嘛 黑大个 但是这一次 没有得逞 没有实现目标 而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美国不得不自己吞下 这个一个难艳的苦果 所以任正非过生日 孟晚舟呢 结束隔离 第一天上班 网上有若干点小视频 大家可以看两段 啊 在这可以放两段 大家看一看 看来视频什么感觉 孟晚舟回到工作岗位 受到同事的热烈欢迎 他们欢呼着啊 他们尖叫着 他们用手机记录 女同事拥抱孟晚舟 这眼泪哗哗哗的啥也别说了 啥也别说了 真叫不容易啊 终究是孟晚舟 终究是华为 根据华为内部的员工 他们拍摄的那个东西 有人告诉我说那地点是华为深圳 深圳板田园区啊 什么区 B1区啊 孟晚舟97年 在华中理工大学读硕士 学的是会计专业 会计专业我熟呀 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经济学专业 我也学了一年的会计 学了一年 会计员理 学了一年 哎不 学了半年 会计员理 学了一年 商业会计 后来我在这个 现在的浙江工商大学 就是过去的豪处商学院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啊 我带的那班的学生 就是82级的会计专业的学生 学会计 人家学了一年半 学成了 然后回到华为财务部 这个孟晚舟在华为的职业经历 是这么起步的 她在这之前还干过销售 干过融资 干过资金管理部的总裁 财务 财务管理部的总裁 香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什么国际财务部的总监 一步一步都是具体的工作岗位 等到这个 等到孟晚舟进入华为的时候 华为已经是发展壮大了 孟晚舟她爹啊 任正非老爷子 吃了万般辛苦 30年的时间 把一个孟孟文的小作坊 变成了一个通信领域当中的 全球的领导者 而且是前面没人 进入无人区 2020年的时候 华为的研发投入多少钱 1419亿人民币 占全年收入的15.9% 有一家过去遥遥领先于 华为的一家企业 最近不是人家揭露他了吗 不是上市没上城吗 好 高管把钱都拿走了 拿大炮 占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九的股权的 这个中科院系统 拿的钱还不如他们 高管拿走的钱还多 拿走的钱多 研发的钱 对不起 研发的钱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不同的路线 有不同的结果 华为 1419亿人民币 1000多亿人民币 占全年收入的15.9% 16% 10年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超过7200亿元 所以华为有什么强 就是研发投入 路线证据 为明天 为全天下 为科技发展 华为受人瞩目 是在美国为首 西方国家的强力疯狂打压之下 非但没有屈服 更加奋发有为 代弹飞行 仍然高高的飞行 任正非老爷子 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说 祝老人家生日快乐 那是由衷的 孟晚舟回到公司了 回到公司 大家都鼓掌 都鼓掌 笑着鼓掌 孟晚舟就现场急性 说了一段话 我后来发现 孟晚舟还挺会说话的 孟晚舟说 回到公司来 来到你们身边 看到你们的笑脸 听到你们的笑声 那么熟悉 那么亲切 又那么自然 过去三年 虽然相高万里 但是我们同舟共济 真心 从未走远 过去三年 虽然昼夜颠倒 但是我们陆力同心 我们情意更加深厚 过去三年 虽然举步维艰 但是我们披荆斩棘 团队越来越勇 孟晚舟说 没有一座高山 不可逾越 没有一片汪洋 不可飞渡 这就是我们不变的信念 谢谢大家的守候 也谢谢公司 还说了一些 据说小姐妹听着 特别 体贴的 特别温暖的话 任正非这个人 特别让人佩服 我觉得我们中宪部 通过那什么 什么共产党英雄 谱系那里边 可以考虑 加一个任正非的精神 任正非审视都是 任正非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 重要科学 科学救国 而且实大体 他占的份额那么小 他不是钱都 揣到自己口袋里 而是做了一种 新的经营模式的探索 所以他这种 经营模式的探索 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这是和华为成长 迅速是分不开的 挣的钱投到科研上 这是和华为发展 具有后劲分不开的 谈到女儿的时候 那任正非也是 讲的特别清楚 19年12月 任正非接受采访 那时候孟晚舟 刚刚被囚禁 任正非说 正常历史缠河中 磨难都会出英雄 孟晚舟经历磨难 对他来说 意志会产生很大的提升 对他来说 是他很大的人生财富 孟晚舟回来 还是做他的CFO 当然这个CFO 意志更坚强了 这里面透露的信息是 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女儿呢 掌上明珠 但是女儿被囚禁 父亲的工作更加努力 盼女儿回来 说得很清楚 她回来还是做CFO 她以前还讲过 她没有技术背景 不可能做CEO 现在华为官方网站显示 确实孟晚舟回来之后 现在首席财务官职务 这些位置上还是她 任正非不但是个父亲 不但是个爱女儿的父亲 而且她是华为的张文人 华为的领导者 华为的风格如此 华为的气质如此 那和任正非的人格 沉淀在华为这个企业之上 那是分不开的 任正非对女儿的安排 就体现了她的人才观 任正非最近 关于人才问题 他不有个讲话吗 我跟各位都讲过 他说要敞开胸怀 要解放思想 华为要敢于吸引 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吸引那些高鼻子来工作 他认为 华为处在战略生存发展的 关键时期 华为要冲锋 没人才不行呀 不能过分强调专业 只要他足够优秀 愿意拿着手术刀来参加 杀猪挖煤的商业化战斗 那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 对于任正非来说 你说他这次过生日 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最好的礼物是妇女团聚呀 所以好多人真诚的 为他们妇女团聚 而感到高兴 对华为来说 任正非过生日和孟晚舟上班 这应该是双喜临闻 特别值得庆贺 庆贺之余 我们有华为点赞之余 我们老百姓能做的事 那是我能做的事 就是用华为手机 华为的产品 只要是同类产品 有华为的 我就品牌忠诚度最高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事 除此之外 对任正非这老爷子 我是真心佩服 华为什么做的好 除了领头人厉害 人才积极 华为的任正非 他看得真是很远 有人说 任正非有一种洞察力 这种洞察力 是一种很恐怖的远见 很恐怖的远见 这词用的有点搞笑 但是其实很准确 华为科技创新厉害 拿啥创新呀 砸钱 谁钱砸哪儿去 还不得有人来吗 所以华为之所以 为世界科技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 工程通信 钱无古人 很少有人知道 任正非在人才上 下了多大的功夫 任正非所领导的 华为企业 它的存在等于 提高了知识分子待遇 和研发人才的待遇 那华为1987年创业 当时什么情况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 大学生 研究生 只要有机会出国 拼命出国 原因很简单 啥都不说 国外挣的多点 那就算这些人到的高尚 可以暂时忍受家乡的清贫 但当时市场条件下 下海下海下海 成了潮流的时候 为什么要下海 为了 krij0 马上海下海其实立吧 最好 明天是 当年嘲笑任正非的人 诋毁任正非的人 看不起任正非的人 远远的甩在后边 人才外流这情况 怎么解决 关键是知识分子的价值 科研人员的价值 能不能得到体现 当他们的价值比严重低估的时候 华为能够给出 当时国内的 不能说最高 是比较高的待遇 虽然相比于国外还是少些 但是任正非在这一点上 那是做到了 谨励做到了 他能做到的一切的 所以建制形成了 华为的竞争优势 现在进华为的人 收入当然还是很高的了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了 任正非最近有个讲话里面 强调了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呢 因为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差嘛 所以为了提及啊 为了这些奖金啊 去做一个事情 现在很多年轻人 把兴趣则为第一位 有了质的变化了 华为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招聘 大学生工程师很多 甚至有人说 任正非把高校当成了 华为的人力资源池啊 他给下属 人力资源部门 提供的任务就是 能招啊 只要是人才 能招多少 招多少 现在浩浩荡荡 几十万人马 精兵强将 不为过 没有人才 成不了事 华为就是最优秀的人才 成就呢 华彩的业障 华为的成功 本质上就是用人的成功 中国的人才问题解决的好 中国的问题 就能够解决的好 特别是互联网蓬勃发展 知识型人才的需求 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两类人 基础研究的科学家 都没有题目 不规定题目 你想研究什么 就研究什么 任正非呢 甚至是允许那种 离经叛道的研究 你说高超不高超 在这样的领导下面 痛快不痛快 爽不爽 很多人在华为 那是爽 爽翻了 爽嗨的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乐意 天底下还有比 有钱难买乐意 更高兴的事吗 最近有个事 最近有个事 不是美国施压台积电 台积电就被迫 把机密数据都交出去了吗 是吧 台湾人交出去了 主动交出去了 有一种呢 是有一种 这个自由 就是台 台商的自由 把自由 把东西都交出去了 台积电创始人叫张忠谋吧 他曾经很骄傲 说光客机的 不是钱能造出来 如果大陆不找台积电代工 永远不可能造成高端芯片 现在他说的话还站得住脚 真的没造出来 但是任正非怎么说 任正非面那个卡脖子 卡脖子的这个事 任正非很淡定的回答说 光客机只是应用工程上的问题 早晚会被解决 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是高科技人才 任正非对人才 人才求贤若渴 那真是 我觉得比曹操当年 哪表现的还要优秀 求贤若渴 曹操是 我有嘉宾 古色吹吹声 绕树三杂 何之可依 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 周公图补 天下归心 华为现在就做到了 周公图补 天下归心 这期节目说得很开心 任正非老爷子过生日 祝老人家生日快乐 孟晚舟回到工作岗位了 希望全中国最知名的CFO 工作顺利 一切都开心 感谢周公图补 下集见